玩乐鞋调 嗨 朋友们 金金姐姐来咯 今天我要邀请朋友们和我一起来组装这些卡片 通过组装呢 我们可以认识不一样的职业 品装好以后 就把它放进盒子里吧 首先呢 我们来了解 什么职业会接触到轮椅 除了轮椅 还会有急救车 同时还会有推着各种医疗用品的车 除此之外 它还会接触到病床 这种职业非常常见 对了 它就是我们认识的医生这一个职业 那什么职业会接触到消防水管 救生圈 会开消防车 同时还要用到灭火器 这种职业是什么呢 工程师 工程师 除了这些 我们还有一些职业 他们每天都对着电脑 上班还需要接电话 在他们的办公室有很多职楼 还有打印机去完成工作 这种职业是什么呢 对了 就是猪爸爸扮演的公司职员 那除此之外 熊猫先生每天都会开着警车去上班 除此之外 它还要带着口哨 手里拿着对奖金 办公室还会放上文件柜 对了 熊猫先生是一位警察 嗯 那狗爷爷的那份工作 你们还记得吗 他每天要拿着扳手 开着牵引车 会用机油 还会用到加油机 对了 狗爷爷的工作是一位机修师 嗯 那什么工作会用到轮船 还需要船马 每天都要拿着斧子 拨动着舵轮 他还会用救生圈 这样的工作我们称他为海员 还有一份工作 他会戴着太阳眼镜 有医药箱 还有燕光的眼镜 有视力表 那这种工作的人呢 就叫做燕光师 有一份职业在一个屋子里 有椅子和桌子 有纸张 有粉笔 还有黑板 他就是灵阳夫人 每天都会扮演的角色 叫做教师 另外一种职业 他会每天有机油策 开着油证车 会见到油桶 还会去送信 这种职业 我们称他为游地员 如果一份工作 每天都在飞机上 要进行安全检查 需要戴上护照 拉着行李箱 那这样的工作 我们就称他为乘务员 好了朋友们 你们还知道什么其他的职业呢 留言告诉我吧 别忘了点赞 订阅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